试问下列哪个函数F of X具有 对于任意两个证实数A及B 可以满足F of AB等于F of A加上F of B 这个函数呢会成立的性质 我们可以来看 第一个A选项呢 当我们的F of X这个函数呢 叫做3X加4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F of AB我们把AB带进去X的部分 就是3AB加4 好那F of A呢 F of A呢A带进去是3A加4 好那F of B呢 我们一样把B带进去就是3B加4 好但是呢我们看F of A加F of B 下面这两项加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等于上面的F of AB 好这边是3A跟3B加起来 不会等于3AB 好这个呢A就是错的 好那再来B选项 F of X如果是等于5的X次方 好我们来看F of A呢 我们把A带进去X 所以是5的A次方 所以是5的A次方 而F of B呢 就是5的B次方 好那F of A乘B 就是5的AB次方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看第一个跟第二个加起来 5的A次方 加上5的B次方 加上5的B次方 会不会等于5的AB次方 也不会 所以B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好那再来C选项 F of X呢是cos 括号πX 好那我们要带进来 F of A呢就是cos 好cos乘上A A乘上π 好所以呢就是Aπ 好那再来F of B呢 带进去之后是cos Bπ 而F of A乘B带进来呢是cos cos乘上ABπ 好我们上面两式加起来 会不会等于第三个这个F of A B 不会 所以C呢也是错的 好再来第一选项 F of X呢是以时为底的logX 好那我们F of A带进去 所以是以时为底的logA 而F of B呢把B带进去 是以时为底的logB 好最后一个F of A乘B 好带进去呢是以时为底的logA B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 of A加F of B会不会等于F of A B 好我们来看后面这边 logA 加上logB 加上logB 会不会等于logAB 好这是不是我们对数的基本性质 它是符合的 所以我们的这一题答案就要选择D 这个答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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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